我們今天跟下禮拜的主題 我們在課程剛剛上面寫了說 我們也有文化 然後強調是原住民族的文化展演 或者關於文化真實的這些討論 我會把下禮拜主題稍微做一些 我們後面會有一點點變動 因為我希望 12 月 1 號 有一個南島國際研討會 因為剛好是禮拜一 我們會課程整個搬到那邊去 我們去那邊參加研討會 所以 12 月我就課程調動一下 我下禮拜 這兩週的主題我會把它融在今天 我會稍微挑選一下 然後下禮拜我們會是另外一個單元 之後我們下課前 會再跟大家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有這個變動 所以我今天不會談 我們下禮拜 我今天的一個重點 會是介紹我自己 跟這個部分有關的一個研究 那我的近來談的方向 是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跟大家介紹 原創條例可能有的影響 還有只是給大家看 舉例說原創條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影響 那重點是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會設計作業一 我設計作業一 是因為資料庫裡面 有了非常多的東西 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我自己的背景 我強調比較多是文化人類學 或者說民主學相關的資訊 可是在座的同學如果去看過那個聯合目錄 數位點藏聯合目錄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還有很多生物學的 很多地質的 比方說之前我要整理牡丹的資料的時候 我打牡丹 憑通牡丹進去 他出來的就會有牡丹的植物的訊息 還有地質 就是恆春半島這邊的地質學調 他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做過 所以有很多的地質訊息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認識一群人的時候 也不必說像人類學這樣的話 只有人 因為人是活在自然環境裡面的 人怎麼運用這自然環境 或者這自然環境所提供的機會跟限制 使得這邊的人群有什麼樣一個特別的發展 其實真的是應該整合起來一起看的 那這樣子的資料庫裡面 因為我自己參與過一點 然後我知道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資料庫裡面非常多的訊息 就是不同學科的人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我們需要一個多角度的一個運用 那這個其實也是科技部先生在推的 許多的計畫 包括科技人文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你們可能熟悉叫做海量計畫 或者巨量資料 就像這樣 其實是非常非常可以發揮 那作業一可以非常有前瞻的一個角度 所以希望我們有機會把這個資料庫的價值可以展現出來 那我今天要講的一個部分是跟這個資料庫的運用相關 另外一個部分會是說 原住民族怎麼樣面對外界的評論 是說這是不是文化 這是不是歷史 所以我接觸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驚訝說 比方說我帶著南部排灣的資料 到了我可以跟大家講 實際上是獅子鄉的例子 我到了獅子鄉 那我的禮貌上 我自己先跑一下 然後禮貌上我會去拜訪一下地方政府 通常我會去拜訪鄉公所 還有村長 那第一次我做的這個計畫 是一個內文社群 有一個1934年日本人拍的一部影片 目前剩下是18分鐘 我們也把它們放慢 18分鐘一部影片 那把這個我們有重壓 重壓之後拿回來 就是給鄉 那時候我還沒有開始做大規模地方放映 就先跟鄉長解釋說 我們在這邊做什麼事情 台大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那鄉長的反應是說 我們也有五年紀 我們也有文化 他這是對誰講的 他是對我講的嗎 他不是對一個漢人講的 他的對應其實是北部排灣 所以他的脈絡 會比我們現在討論到現在還要更複雜 現在我們常常講 原住民族跟大社會之間的一個關係 可是實際上內部還會有一些 會有好多層的討論 以南部排灣 我們說南排來講 他常常他的參考點會是北部排灣 所以他也會疑惑 為什麼他要以北部排灣做參考 比方他們會說 跟北部排灣他們家誰要結婚了 跟北部排灣結婚很辛苦 因為他們規矩很多 他們懂那規矩 然後這些規矩 做到這些要求也要花不少的錢 就是很重這個禮儀 而這個禮儀 南部排灣很難有一個對應的說 你們那邊這樣 我們這樣 這次用我們這邊 或這部分用我們這邊 就是完全是北部排灣 有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禮儀 那我在這邊要舉了一個 所以這邊是數位化的資料出來了 我才能夠這樣帶得到各個地方 所以有了這樣子一個體會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從這部影片開始 這部影片就開始散到地方 地方知道這個東西 然後我有做一些安排 跟地方上有一些合作 那有很多是在 我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們活用這部影片跟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們會看到 他們重新舉辦五年祭 一個傳統的祭儀 當然我們可以說 那是不是傳統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們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會放這部影片 比方聖誕節的時候 湘宮所會辦活動 當然是不會是聖誕節 可是其實心裡想 那是聖誕節 用某一個名義辦這活動 這活動之一 也會讓那影片 在某個地方一直跑 然後那個 比方說辦馬力巴狩獵祭的時候 他也會有一個螢幕放這部影片 所以他包括傳統 然後他會重建的傳統記憶 然後還有在當代捷徑裡面 都會放這個影片 另外我們看到 最後他其實跟台灣博物館 跟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借展 就是他有做很多種的展示 這展示裡面 我們也看到地方 怎麼樣重新詮釋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讓 我這邊講的材料其實是 我這一週用的 我的那篇文章裡面 大部分是會涵蓋 只不過第二次介展的時候 第二次的介展 那個文章結尾的時候 第二次介展還沒有 才還沒發生 所以整個的一步五年紀 這個影片 它會出現在 由地方主導出現在 很多地方的脈絡裡面 然後配合了許多其他的作為 比方說安排很費事的 安排了相當難得的展示 涉及兩個機構的展示 它這些做法 後面在它的展版的文字說明 非常重要 它在說明 內文社群是什麼 是誰 在哪裡 為什麼重要 所以在我第一次做 跟他們開始在談的時候 那時候 我用的詞是 內文社群 後來他們就建議我 是不是應該用 大規文王國 你們現在出去看 很多地方 他會用大規文王國 可是他也知道 大規文王國這個詞 可能有點太強 太強烈 他是要怎麼樣界定 會有些些的困難 所以我們看到 內文社群 大規文王國 內文社 就有很多並列的用法 可是大規文王國 這是我們會印象非常深的 如果你走線道199 你經過東遠村那邊 牡丹鄉東遠村那邊 那個童木的 這個主導家系的前面 會有一個大石頭上面有名文 就寫著大規文王國 什麼什麼家族的王族 Ruvaniel王族這樣寫的 我要介紹給大家說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今天談的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會想說 內文社群 其實一大部分是由 獅子香香公所在主導 重塑大規文王國 或者內文社群的歷史 重塑歷史非常重要 然後他們要怎麼樣 重塑歷史 這邊我的文章裡面 談到的 我可以藉著這樣子的呈現 一種歷史的representation 歷史的再現 是用許多的形式 最重要的 其實最根本的 通通不是文字歷史 2007年 安碩國小的小朋友 表演的 他們老師規劃編舞表演的 中青的印記這一場 歌舞劇或者音樂劇 2007年 大規文王國五年記 也有叫安碩五年記 或者是內文社群五年記 寫好幾個名字 然後再來是 2012到2003年 獅子鄉文物館 跟台灣博物館 主要是跟台灣博物館的介展 所以介展很重要 就是他的展板的說明 他如何呈現大規文王國 那這樣子的一個 獅子鄉地方上的重要 他在重塑內文社群的歷史 他最重要的 他做到了一件事 他自己來說 自己的歷史 他這個歷史 在史學上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我會說史學界不見得會支持 他們這樣一個說法 可是他已經做到了一個地方上 有印象的一個歷史內容 他突破文字史的規範 突破了文字作為幾乎是說 唯一史料的份量 那他的做法 剛剛說 他用representation 就是他對於歷史的在數 他藉助了很多種的表達方式 很多種就強調說文字之外 不是文字的表達方式 這裡面有文字的學術論述 也有感性的部落格 可是他不是學的 感見部落格不是學術論文 整個來講 基本上就是有一份 一個葉校長的碩士論文 再來是歌舞劇 還有記憶跟文化展示 所以他用許多的方式來說 內文是怎麼一回事情 內文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內文現在在哪裡 內文人的生活內容是怎麼樣 他的社會組織政治組織是怎麼回事 非常重要 因為他強調大歸文王國 所以內文人的政治組織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再來就是他的這些訴說裡面 非常重要的是 強調的是追溯主源 那追溯主源另外一個是說 他很多的理解 他是用親屬概念來理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藉著我們跟祖先的關係 還有我們跟我們兄弟姐妹的關係 我們跟祖先的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 來連結當前跟過去 這是他整個歷史重塑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我們跟祖先 我們當然可以了解 可是這是一個直系的概念 對他而言 祖先如巴尼奧第一代 有九個兄弟姐妹 好 那這九個兄弟姐妹分別 分佈到哪裡 他們的後人在哪裡 我們今天住在哪裡 我們跟這些後人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他是 這個從祖先的手足一直延續到今天 所以他的追溯不單是直系的 是很多條線的回溯 另外一個他的回溯很重要的是 裡面有當代地方行政 跟地方跟政治隸屬的聯繫 影響了他們現在的歷史重塑 比方說他們當初分散的時候 散到哪裡去 還有他們分散到哪裡去 那些地方現在是屬於 哪一個鄉公所 哪一個縣政府 然後他們這個祖先的後代 在這些地方上 有什麼樣的一個行政的位置 他們的影響是什麼 這樣子的一種行政上的便利 也多少影響了他們目前的歷史重塑的方向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們是借用然後轉寫他人的文字記錄 比方說葉校長的碩士論文 另外一個 所以他採用別人的文字記錄 另外他加強採入口述 口述歷史 就他們現在常常會說 我去問齊老 我們可以召集齊老 一起來看這個影片 或者說看這些博物館的資料 然後他尋訪文字史 所忽略的影像跟物件 作為歷史可見的材料 就是visibility 這些東西是可以看到的 文字的交代比較抽象 所以他們影像 比方這是為什麼我覺得 老照片有它的重要性 博物館的這些物 這些物我們把它拍照了之後 帶回到部落去 像你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這些影像跟物的影像 作為材料 怎麼樣在地方上 產生一些新的連結 對於文化附贈 也許會產生一些作用 因為我在獅子鄉 看到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那剛剛說他們在線的主軸 我們剛剛說他的材料 不限文字材料 有很豐富的形式 那他們在實際上這些東西 我們進一步分析的時候 會發現他會強調 因為內文社群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 他是二十三個社 成為一個群體 所謂的一個群體 就是說他有結盟的關係 現在來講叫公守同盟 公守同盟 這話可能沒有在內文的例子 可能沒有這麼容易說 他們最容易看出來他們的關係 是在五年紀 他們五年紀是同一天 他有兩個大的頭目 兩個大的頭目 分別同一天在不同的地點辦五年紀 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是他們互訪 這二十三個 因為他們跟頭目的歸屬關係 他們就成為兩個次集團 這兩個次集團 他們彼此有些事情會需要協調的 所以我們看他是一個內文社群 那這一些內文社群實際上打散 從社的層級來看 他是屬於二十三個社 那他原來就是空間分散 有的居住比較近 有的居住很遠 可是因為在歷史當中 主要是說在日本時代 他們是被迫遷徙 有一些人被迫遷 有一些人是主動遷徙 他們現在 所以在日本時代 時期末的時候 他們的空間 他們的居住空間跟原來的空間 也很不一樣 非常分散 所以就說這個空間分散的 那到現在當然分散程度是更可觀 所以他們現在重塑歷史的目的 包括是講 空間分散的內文社群 其實是一體 另外一個是說 以同胞手足的親屬關係 作為各社聯盟關係的隱喻 換句話說 他去想他這二十三個社 社跟社之間關係 他會說 那個很像是我的 他會想的說 那是我第一代頭目 這在如巴尼奧家的論述非常清楚 他的頭目家裡面 那一代的祖先有十三個孩子 九男四女 九男四女分別 分別後來婚嫁在什麼地方 他的影響力在哪一些地方 所以他會把兩個東西重疊 一個是說 如巴尼奧家當家的分散 他們分散情況 跟他們自己現在 這個二十三個社的分散情況 他會做一個類比 所以他會用 同胞家的歷史 如巴尼奧家的歷史 來解釋這個社的 目前的一個分散的情況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會介紹 有一個事件 歷史事件 是1914年所謂的南藩事件 這在李藩志高裡面 叫做南藩事件 南藩事件裡面 我之前好簡單的說過一下 那個內文社群 這邊有很清楚的抵抗 抵抗了一百多天 殺死了一些日本官員 包括軍警跟 就是軍警 那雖然最後一百多天之後 他們還是投降了 可是這個在武力懸殊的情況下 是非常 已經讓人很訝異 然後中間有一些策略 這些故事流傳下來 所以現在的後人會認為 他們回到南藩事件的時候 不會像 我剛開始我會覺得 那到底是打敗了 不會 他們會講很多的細節 就是他們怎麼樣 一直能夠維持一些力量 讓日本人 沒有辦法一次讓他們認輸 所以他們講 這中間的一些策略 讓他們覺得 祖先非常的厲害 不管是武力上面 還是策略上 都覺得 這個事件能持續一百多天 是一個很光榮的事情 所以他們在這些敘述裡面 牽涉到幾件事情 一個是1914年的南藩事件 一個武裝的對抗 再來是1940年 我這講得很清楚 他集團移住是一個政策 可是1940年的集團移住 是講的是馬里巴社移到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東元 東元跟安塑 這兩個地方 都是集團移住政策下搬出去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他就藉著這兩個歷史事件 他要強調的是 手足的聚跟散 還有家是什麼 就是原來 我原來想的都會有一點悲情 就是因為大家畢竟是分散了 因為他們是從集團移住 直接來解釋 為什麼現在親屬之間沒有那麼熟悉 可是為什麼會 他們這邊主要講的是安塑的人 為什麼馬里巴有幾個社 內馬里巴 中馬里巴 外馬里巴 這幾個社都被分散移出去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們會認為 這是因為1914年南藩事件 就是他們的對抗 是讓日本人狠狠地被教訓了 所以日本人要報復他們 所以要把某幾個社 特別的分散遷徙 所以他們在歌舞劇裡面的表現 是說 他們同一個 這一個家的四個兄弟 分別說 老大去東邊 老二去哪裡 分別被分散到 東西南北四個方向 然後要在遷徙之前 他們的老人家就繡了 就是縫了人頭像 也就是出現了我們現在說的四人頭像 這是南排灣 就是內文這邊非常清楚的一個標誌 四人頭像 然後就是說 以後你們再見到面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們的信物 你們就會認得彼此 所以這個換句話說 他們要解釋 為什麼集團移住政策 他們是被鼓勵或者他們被強迫遷移的 這是因為日本人 希望 覺得他們太厲害 希望打散他們 所以他們用1914的事件 來解釋1940年的集團移住 然後用1940年的集團移住 來解釋2010年代初的分散的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會發現 內文社曾經是那麼大的一個社 他跟豬勞宿社的力量幾乎相當 跟潘文姐幾乎相當 為什麼好像就很少聽說這個社 整個南排我們就不太聽得到 就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是當代的人 所以他是安索國小的老師 校長什麼這些人 他們很努力的要在連結上 90年前的歷史 就是當初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這邊有一段空白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去解釋的 他們像旁觀者一樣活在那裡面 所以他們很 就是去編出了這個歌舞劇 就把能夠去掌握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內文社群 這麼大一個社群 我們現在是分散的村落 分散的聚落 我們也許有一點社的概念 可是我們也沒有這個社群的 23個社的關係了 所以他回到1940回到1914 回到1914這其實是非常壯烈的 你當時其他的社 很多社做不到這樣 那內文曾經做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又持續一百多年是很可觀 所以這兩個 這個歌舞劇的兩個主要的歷史事件是這樣 所以他整個從當代包含進來了 90幾年前的事件 來解釋他們現在的處境 所以他當時的歌舞劇的一個情節 一開始是說 兩個年輕人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一個布蘭瑞亞 一個是朱古 就兩個很典型的高階的 排文族的名字 這兩個年輕人在都市念書認識了 然後就男生很高興的帶著他的女朋友回家鄉 跟見他的父母 結果他父母一看了 那女孩穿了一件比較蠢的 一件家裡的衣服 就看說 有四人頭的標誌 就問他你是哪裡人 你的爸爸媽媽 VuVu什麼叫什麼名字 就這樣追出來 兩人之間的血緣關係 所以他的時間是在當代 他要用歷史去補充 去來說明我們現在的處境 是因為這個樣子 當他能夠說明 為什麼現在是一個分散的狀態 然後藉著我們又撿回 原來我們彼此之間清楚關係 他才再一次的能夠掌握 彼此之間的關係 掌握原來的內文社群的集體性 所以這是一個歌舞劇裡面 那些老師們想要告訴小孩的很多事情 想要告訴外面的觀眾許多的事情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說 他們覺得這個歷史斷掉了 他一定要能夠跨回去 連接了以前 讓他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是有歷史在後面支撐的 而不是懸在那邊 他不要 這是他處理歷史斷裂的一個辦法 就我把歷史帶回來 我把我的家鄉的 我的地方即位地方性的 我的社的歷史跟我現在處境 連起來解釋我現在的處境 所以我當時看是滿 我是覺得滿感動的 然後2007年 他們之前就 我那時候是在台東教書 他們就很想要看這一份影片 所以我帶了那個影片 他們有一些人就到台東大學找我 我們就讓他們先看過 看了他們第一個反應 他們通常就會問說 就是有幾個很核心很積極的人 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看出這是哪一個家族 一個是如馬尼奧 一個是朱倫 兩個大家族的 哪一個頭目家族的五年紀 因為他們同一天辦的不同地點 所以可不可以看出來 因為然後他們很失望 說這怎麼是末片 1934年的 然後影片的品質不是非常好 那是龔美妍人拍的第一部片子 他手很不穩 他們實際上原來以為說 看這個影片可以幫助他們 復原這個儀式 那當然我們知道很多別的 像古樓跟圖板 兩個地方的五年紀的資料 其實非常豐富 包括影像紀錄 所以後來他們在2007年 就仍然重新做了這個五年紀 那就是一個 一個主要是刺球 這一個很標準的一個版本 那五年紀的 辦五年紀就會在安鎖辦 在安鎖辦 安鎖有什麼理由辦五年紀 因為安鎖從來不是內文社群的核心 內文社群核心在現在 就是訪談星上游 現在的獅子箱子上面 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他照原來的觀念 他不會是地理空間上 他不是辦五年紀的地方 以23個社來講 你必然是頭目所在的那個社 才是辦五年紀的地方 那安鎖不是 可是安鎖有他的條件 因為剛剛說具有文字能力 論述能力的這幾個主要的人物 都是安鎖附近的人 然後安鎖是達仁鄉下面 達仁鄉鄉公所 當時鄉長是如馬尼奧家的後代 所以有這個意願 然後有這個行政資源 所以他們在安鎖辦了 那因為安鎖地方上 其實也會有些質疑 說我們為什麼要辦這個事情 包括基督宗教教會的質疑 張宗教會的質疑 也包括傳統上 安鎖其實不是辦五年紀的地方 所以後來他們的辦理方式 他的宗教性沒有那麼強 神聖性沒有那麼強 他變成是學術展演的方式 所以同樣的一個活動 不管就是在名稱上面 看到他很多的變化 至少有三個正式的 這邊安鎖五年紀 大規文王國五年紀 還有那個家族名稱的五年紀 非常的複雜 然後到底是學術還是有個神聖性 這個都不是 就是都有多重的解釋的彈性 多重解釋的彈性的好處 不是我們說模糊 模糊的 而是說 他讓不同觀點的人都可以參與 他在EKS辦這樣一個活動 這樣是一個可能比較容易做下去的一個辦法 所以當他重演五年紀的時候 其實他是重現了社跟社之間 原來的聯盟關係 原來內文社群下面是二十三個社 那在他現在在恢復五年紀的時候 他也是 這些社後人是誰 他們現在在哪裡 可能就變成那個地方的那個家族 那當然另外也包括很大一部分 他有三十幾十幾桿 比以前的多 是包括了安鎖 還有達仁鄉在地的政治人物 可以持幾桿 給了他們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古文物返鄉特展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這是一種可以看到的歷史 我們用物 我們可以看到物 比方說最經典的是 他們第二次的戒展裡面 他們有日本時代給的 所謂的頭目勳章 所以你一看到頭目勳章 也就是一個證據 一個物質的證據說 誰家是頭目 然後這是日本時代給的 所以你一下抓住了那個時間 你抓住了家族的身份 那這個是我對於我所看到的獅子鄉 他們的這些做法 他們非常非常的活潑做很多的事情 他們古文物返鄉特展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跟台波接展 第二次是以服飾作為主題 所以叫做Vuvu的衣事情 衣服跟飾品的這種情感 他們也借了包括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的一些衣服 那他們整個的脈絡 我在那邊文章的最後面一段有講到說 他們裡面的工作人員就會說 就他們開始在凸顯大規文王國之後 他們的展場就會說 大規文王國王族什麼就會展示 然後用老照片 就是Ruvu跟Julen兩個家族 那個日本時代頭目的照片 就他們的展板會一直這樣子的 重新整理 內文社群的內容 跟他的那個時代的情況 工作人員就會說 我們現在會接到電話說 你們既然是王國 你們王國應該有些東西 你們有沒有展示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他從歷史資料裡面 跟一些老照片 整理出了一個大規文王國之後 就這東西越來越具體 然後接觸到他們這個說法的人 也會要求 你已經有一個王國了 一個王國就會對大家而言說 你會連起某一些想像 你這個想像 那他也刺激了相公所的人 繼續去豐富這個想像 所以也刺激他們 他們會去辦文物返鄉特展 所以他們辦返鄉特展 就會有人 他說高雄就會有人來這邊參觀 這個會變成景點之一 他們刻意要看的 剛剛這個介紹 大家如果看的文章會比較清楚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剛剛說他包括當代的節慶 是因為達人鄉 那個中族的印 中青的印記 是在一起舞動 那個比賽場合裡面表演的 然後會在鄉裡面 有一些演出的時候 會邀請他們演出 其中包括達人鄉 有一段時間辦達人鄉毛蟹記 我是在毛蟹記的場地 看到小朋友穿日本軍裝 然後用著紙糊的日本炮 我就心裡一驚 說難道他們要演難犯事件 結果真的就是 他們在把那個中青印記 搬到這個場地來表演 所以同場的其他的節目 比方圖版國小的小孩 表演的是健康操 就那個氣氛非常不一樣 安碩這邊整個就在推 對於內文社的一個重新詮釋 有沒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是2007年那種五年紀 所謂就是比較偏學術性的展覽 的意思是嗎 他們是個兩天的活動 第二天上午他們先 他們的兩天 他也的確有一天是研討會 然後有半天是五年紀的這個禁儀 所以他們包括放了 《公美演員》1934年那部影片 然後有人介紹那個影片 然後他們在 然後才是這個禁儀 這個禁儀當中他們在很多的文宣上面 用它是展演而不是禁儀 可是他有不領導又有巫師 可是巫師找的 不是安碩的巫師是 就是打人箱 因為打人圖板也在打人箱 因為打人圖板也在打人箱 圖板是還有都有巫師的 所以這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說 在五年紀 五年紀正式要開始前 他有另外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是風力頭目的儀式 頭目就職典禮 這個 那這個頭目就職典禮 實際上是盧巴尼奧家的頭目 因為他們家頭目 現在接了這個頭目的這一位 他的祖母是頭目 他的父親這一單沒有人接 所以他們這個歷史 斷了已經幾十年 他們就藉著五年紀的這個場合 先辦了這樣子的一個儀式 因為五年紀其實還很重要 因為他是整個聚落的事情 所以應該是巫師本來也要去每一家做一些 就有一些小的技藝要做 而不只是當天那個場地 就是他都是擷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現在就是內文社群的核心 過去的那個核心的 就是要說是具有半年紀正當性的一個 是具有半年紀的 他是兩個頭目家系 就是盧巴尼奧跟朱倫 盧巴尼奧的就是那一次2007年 他就重新確認了頭目的位置之後 他的系統是在 可是要辦五年紀 就是他們應該還沒有準備要重辦五年紀 另外一個系統 朱倫家的系統也還沒有聽說他們會要辦 因為他們的人是分散到很多地方 包括台東縣達人鄉 包括屏東的牡丹鄉 屏東的獅子 所以是比較辛苦 那我要進入另外一個主題 就跟剛剛講這個主題是因為從影片讓他們活用到一個程度 所以我這邊就要進入跟我們上兩個禮拜的單元比較相關的 所以變得對我而言 內文社群的例子 是我藉著做數位點藏計畫的時候 我接觸到認識到他們的 然後我認識到他們 我也看著他們 那個影片怎麼變成 影片跟台大人類學國務館的東西 怎麼在他們的歷史重建裡面扮演一個角色 可是地方的非常有意識要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會去外面找資源 來讓他可以支撐起來 原來已經不太清楚的這一段歷史 介紹大家一個詞叫來源社群 Source Community 也就是說 博物館裡面的這些點藏 它的來源地方是什麼 從哪裡來的 比方說 比方說牡丹好了 牡丹我們有120張照片 差不多120張 120張是1957還有1958的時候 人類學系的老師帶學生去那邊拍的照片 那我們會說它的Source Community 會是牡丹 所以應該說 多數的博物館都有它的點藏 這個點藏在過去十二年當中 經歷了一個數位化的過程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說 數位化是什麼意思 點藏數位化 點藏數位化之後 然後跟來源社群產生一些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repatriation 文物返還 文物返還 文物返還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一開始在談文物返還 最重要的會是人骨 人骨的部分 這個大概在多數的社會已經沒有什麼疑慮 只是程序怎麼做的問題 文物返還 這個是一個大議題 在台灣應該沒有現成的法律 所以數位化會不會是提供另外一個機會 就是Digital Repatriation 數位黨的返還 講比較正確可能叫做分享 因為既然是數位 他的東西要再次是非常容易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在返還這東西 可以拿出來討論之前 我們先用數位資料 我們先可以分享數位資料 主要是來源社群 其實這是我後來觀念變得比較 越來越清楚 就是原來我想的是資料公開 後來也因為我做這幾個計畫 我的對象是來源社群 Source Communities 所以他需不需要 他要公開到什麼程度 還是來源社群跟其他人之間的權利 是需要區別的 這個就會回到原來文創條例說的 文創條例裡面的一些特殊的考慮 這是一個都是比較新的議題 那我的參與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內文社的這個計畫 第二個是牡丹的 應該說牡丹部落 牡丹村其實以前講牡丹村的計畫 第三個是現在位置的嘉平的計畫 這是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目前的一個情況 你從中間一看怎麼那麼黑 你們左手邊那一張 中間那個左側的那個大雕像 那個就是嘉平的四面雕 上禮拜五禮拜六我們去嘉平去旺家 就是因為嘉平這一間 那個人類學博物館會報 會報國家重要文物國寶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去跟嘉平人談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會辦部落宮廷會這些 那右邊這張照片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紅紅那個 那個就是很典型的 那個獅子箱這邊的貼布袖的樣子 所以那個是排灣的櫃椅子 我們看博物館一般就是這樣 非常的靜態 尤其人類學博物館 因為它的經費湧現場地 大概只有六十坪大小 是非常小 所以它很難變動 我們現在就做特展 特展 像現在是格馬來那個特展 就是請部落來特展 這樣子可以 對於這些物可以有一個 當代的地方的一個解釋 那這也是現在的展示方式 都非常的靜態 非常的傳統 那給大家看這個古老的展示方式 也就是說那我們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展示 組合的方式 怎麼樣活用這一些東西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 有過兩期 每一期是五年計畫 這個有一點難說 因為它中間會要調整 所以有一年中間有過渡計畫 簡單說就是兩年五期 兩期五年 然後是2012年整個計畫結束 是許多單位都有參與 我參與的部分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時候 可能是2002還是2003 我做的是大洋洲部分 因為人類學博物館裡面 有一百多件的大洋洲的藏品 我就做了一個所謂的 Ethnography of Collection 就是這些藏品怎麼來的 它 就是說怎麼會進台灣 而我們多半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其實做了這個日本人的知識史 日本人為什麼會要知道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們要認識這個地方之後 他需要買標本 他的標本怎麼來的 當然就是幾個日本人探險家 什麼這樣子進來 所以其實我學到的是說 台灣作為日本帝國的一環 我們間接因為日本 我們會跟蘋果尼西亞 會跟辛吉內亞會有一些關聯 可是這個關聯是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 而不是台灣人本身的參與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把這些檔案數位檔 帶回到source communities 然後一方面確認原來的資料 一方面是看有沒有一些 這些老人家覺得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然後我們如果是那個影片的話 我們就已經押了一些DVD 就送給地方 另外我們有做攝影集 小攝影冊送給地方 就是一戶一戶這樣子 那另外那些老照片 像牡丹跟家瓶 也就是說 誰說這是他的爸爸媽媽什麼親戚 或他小時候 我們就都會做成五層七的戶備送給他們 所以就盡量說 那檔案的話是整個檔案的社區 會有某幾位會有完整的檔案 就希望說我管的東西是地方 自己可以親近取用的 我這邊就簡單的講 這個三個曾經做過的例子 主要是用圖片讓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內文影片的計畫 這個舊的影片 我們把它維持在十八分鐘 以前的影片比較快 我們放慢 變成十八分鐘 加上十二分鐘的導演 這個導演是用排文語發音的 然後也是當地校長幫忙錄的 然後我們公開放映 在六個內文社群後人所居住的村落 比較集中居住的地方 我們公開放映 然後放映之後有討論 這也都找講排文語的在地人 幫我們當主持人 另外我們是有建置內文社群的網頁 你們現在上網還可以找到 這個內文社群網頁做的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就是把很多相關資料 不見得是人類學系所有的 日文的資料都蒙通通放上去 所以他們也會 有一些人就會說 他們要 就叫年輕人看這個內文社群這個網頁 就覺得蠻有一些幫助 那當年的地大他們出去地方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做法 這個是蠻固定 台大早期到60年代也大概都是這個做法 就是說他會拍一些老照片 他當場一定 公美人1930年這一次的五年紀 他們有拍影片 他們兩個人去 另外一個人會拍照片 然後他們把當年的一個刺球 一個球拿回來了 所以他們也會買標本 是不是買 就是他們會取回一些標本 那這個是內文社群網頁的首頁 這個首頁你們看到它上面就是 那個是我們計畫做的一個簡報檔 然後下面那個只有露出一點點的 那個就是內文社五年紀 30分鐘 加導演 沒有加導演 18分鐘的那個影片的元檔 所以換句話說 台大人類學系所有點長的資料 全部在這個網頁上可以看到 另外我們有裝一些東西 比方說你右邊過來的第四個欄位 影像進行式 我們有說地方目前在進行的一些主要活動是什麼 會放在那邊 比方戰內新聞章1 2 3 第三個大規文王國如法尼奧中青會照片 這個是我們去參加他們中青會的時候 做的一個簡單的紀錄 然後在下面平和跟春日千春的報導 那是新聞影片 只要不違反這個授權的考慮 我們就把一些老的資料 跟這個地方有關的資料 通通給它抓進來 就是讓別人比較好用 那這個是我們當時有在六個地方放 不只這六個地方是先聯絡 然後公開有做一些文宣公開的放映 那中間會有一些家人 比方說石門我們去牡丹之後 石門有一個家 就說他們家裡面有十多個長輩 說他們會集合起來跟我約時間 是不是可以去他們家放 所以會做一些有點像馬戲團的那個表演 野台表演會這樣做 那後來到2012年的時候 又認識別的人 我又去 就是他說他們也還沒看過 所以我們也就去豐林村 獅子鄉豐林村這教會的禮拜之後去放過一次 所以整個加起來 就是一直都還在 只要有人要 希望是我們去辦這個事情 我們都還會在做了 那這個就是在當時六個地方的 情況不一樣 做法不一樣 像右邊上面那一排就是在內文村 我非常愛的一個地方 內文村葉校長 右邊是葉校長幫我們主持 左邊他找一位老人家 就是希望老人家看了這個影片 有沒有什麼想法就是分享 然後上排左邊那個是在老人日託那天辦活動 那個巡禮會的傳導就建議我們應該是在他們所承辦的這個日託裡面讓老人家看 大概不到20位老人家他覺得這樣集中 老人家應該是最有感覺 然後下面的右邊的兩張都是在教會做的 教會安排的放映 然後左邊 下排左邊是在安塑國小的資源教室放的 那個時候非常驚訝 因為我一直印象裡面 以為安塑是對於內文社群最有概念 最有感覺的地方 結果來的人是很少 我後來才知道 葉校長他們有幾位非常努力 可是實際上也是有不同的觀點 他們碰到最大的一個主力是長老教會 所以每個教會的立場差別非常大 即使同樣是一個長老教會的系統 每個牧師的立場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押的DVD 的封面跟背面 除了DVD 之外 左邊這張圖的左上方是我們做的內文印象這一本 把台大所收藏的照片全部放進去 然後還有標本 台大買進來的這個地區的文物全部放進去 另外還有就是這部影片裡面 有一些鏡頭比較清楚的 跟我們之間其他資料有些互補關係的 也通通放進去 然後這出了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就是就我們所有的資料放進去 第二個版本就覺得其實地方上的現有 他們所保存的資料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原來我們只放老照片跟影片的部分鏡頭 就決定把所有的標本的檔案照全部放進去 然後還特別截圖抓出一些特別的圖文 在想對地方也許有用 所以我們看到大圖是那個整件衣服 小圖是那個衣服上的特殊的圖文 就看這個圖文地方是不是比較能利用 那之前我們有講過說 比方說像骨樓、萊藝他們的東西非常多 也許可以抓一些特殊的圖文出來進一步的利用 那左邊下面這個紅衣服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這個照片裡面的右下方 一個抓出來的圖 最左邊那一個是一隻狗 應該是鹿 可是多半人的第一個反應說是狗 可是我們說部落裡面好像覺得如果是鹿 好像會更合理 這個是真的是鹿狗好像還蠻難確認 那這一件裙子非常特別 後來展示的時候也是一個重點 然後我們的第二個版本有一個特別的 我們稍微有一些改變 除了增加了標本的照片 我們增加了一些文字說明 這個文字說明通通是我們在放映的時候 有一些人提出一些補充 所以我們既然現在知道更多的當時的故事 當時的脈絡 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所以他講的是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上面是日本兵 後面有一個騎馬的應該是軍官樣 然後這邊都是傳統的服裝的照片 然後這邊是一個男的手被綁起來反綁 一個女的背上背著孩子給他來送飯 然後這邊是日本軍人這樣 所以這個人就說這個是他的Vufu 他的祖父應該是他的外祖父 他說日本我們為什麼要 他說這個日本兵為什麼要嗑呢 我媽媽跟我解釋說就是日本人打我們這樣 這個地方他說最下一排有一個阿嬤背一個嬰兒 他說這個是Vufu啦 也就是說我爸爸那邊的表妹還是什麼 我也稱他Vufu啦 就是我的祖父被日本人關 關在住在所那邊 那他要送飯這個是故事這樣子 以故事來雕刻 那這是Julian Tomu他們家裡的 他說的他們家的故事 那這是在我們就是會 這都是找當地人來幫忙 因為他們認得人 所以這是DVD 然後這是攝影冊子 那就是一戶一戶的 每一戶可以有一份這樣子的資料 這樣子就是說 這些資料回到他們家裡面 他們以後自己再去講故事 再講給不在場的其他家人聽 會比較好用 那這是我們的網頁的另外的頁面 這個網頁的頁面裡面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說影像行動與地方解釋 所以就不是剛剛我們先是把台大的資料 全部介紹出來 那這邊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去那幾個聚落 所以我們也就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 把那些活動撿出來 放在這邊 或者是說他們來像一起舞動 他們來台北參加比賽 我們在這邊拍了之後 放到這個上面去 就要強調就是說 部落不是活在過去的 他的時間不是停滯的 他所有的人是活在同一個時間點 我們都有過去 我們都有現在 那我們在現在怎麼看待我們的過去 所以很強調就是說 部落的動態 而不是說一個靜態的處境 這是2003年的特展 是第一次的特展 在年初他們有這個特展 然後年尾 2013年11月的時候 就辦了第二次特展 所以這個特展 左邊那張照片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螢幕 整個展廳有一個螢幕 這個螢幕裡面放的就是 內文社五年紀的這個影片 右邊就是這一次是他的展示的主題 展示的主題 他旁邊有很多的展板 會在發展這個展示 左邊是那個展示主題 右邊非常有意思 我在文章裡面有講 因為影片上可以看到 YouTube可以看到他們開幕的影片 實際上右邊這邊的棋子是23根棋 換句話說 他在開幕的時候 非常象徵的把這個棋 把這個棋 拿著這個棋去插到 他當年那個是內文社 還是說ガジライ 不同的社上面 就是說他的棋跟地圖 跟這個空間關係連起來 然後在最後是把這個現在棋 這個棋 由原來的 比方某一個家族 某一個頭目 或者某一個代管者的家族 交給現在的村長 他就等於說他跟原來的家族 掌權力的人 跟現在地方行政的分工 兩者連結起來 所以這23之旗等於就是內文社群的一個具體而為的一個物質 非常清楚的一個物質的一個表現 那這個是他裡面的展板 就是說在這個左邊這一張側面 左側的那個展板的內容 就是這樣 所以同樣的我們說 這有點像國族主義在談 你怎麼去想像這一群人在那邊 想像這一群人之間 彼此有關是一體的 所以左邊這個 他的一個呈現狀況是地圖 這個地圖點出來的是 內文社群的23個社的所在 可是他用這個黃黃的這個顏色 把他變成一體 他本來都是個別的社 他的周遭也有很多其他的社 他中間有夾著其他的社 可他藉著這個顏色讓他們變成一體 可是實際上 他們可以說只有五年紀的時候 是分成兩個四集團 然後可是他們彼此知道 彼此往來 這個時候他是一體 可是他平常包括打仗 包括跟日本人的關係 都有所謂的鴿派跟鷹派 就他的一體是有限制的 不是一個全面的一個一體 那右邊這一張是一個 從當時的統計資料裡面 我忘了哪一年 這個統計資料裡面用處 整理出來23個社 他的社的頭目 或者代管者的家族是什麼 然後他的戶數有多少 那就是這一類的資料 換句話說 你有了人口 你有了疆域 然後那個紅旗就代表你的主權 所以他變得非常具體 這一群人原來是有來有往 有時候誰跟隨誰 有時候誰跟隨誰 然後1914南南事件的時候 是有分鷹派跟鴿派 大家並不是一個立場 可是我們在現在的詮釋上面 我們更強調是他的集體性 然後由地方來策展的時候 會有一些特別的方向 這一個就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他在策展之前 他訪談老人家 訪問其老 做的訪談蠻多 展板上他非常強 除了博物館 台國提供他們的一些說明之外 他增加很多老人家的說法 比方這個藤蘭 Cilicis 我不知道怎麼唸 那個要幫一下老婆怎麼唸 Cilicis Cilicis 好 藤蘭這個 他說老人家這樣說 這是用高五製成的 用竹子製成的 專門用來 你要不要唸 你唸不到 這門還篩選芋頭乾的 然後他就稍微講一些 他說現在已經沒有大量種Vasa 然後他這個也就很少見 甚至於沒有了 然後他會講他自己 是非常個人 非常私人的一個說明 他說但我一直到八十歲 都有使用Cilicis 還教我兒子媳婦如何使用 希望能傳承這個傳統製法 跟使用法 然後他的名字 他哪一個部落 哪一個名字 所以是很personal的 非常有這種個人感覺的 一種展示方式 我們看一下2013年11年 他第二次的界展 這一次是跟台大人類學博物館 同時界展 那這個左邊 這都是開幕那一天的照片 左邊就是那個開幕的時候 他好像請了哪一個樂團來演唱 然後右邊就是鄉公所附近 他有一些博物館的一些路標出來 然後左邊是他這一次 他叫VuVu的一世情 就是專門界展的重點都是服裝 然後右邊這一張 我一直要給大家看的 其實四張照片有三張 都出現的是這個人的照片 這是台大1957年拍的一張照片 那所以我目前正在寫的一篇文章 就是說這張照片 是鄉公所 我是蠻驚訝 就是鄉公所蠻能活用 可是對於鄉公所而言 我會感覺說這個人是誰已經不再重要 就相對於他第一次界展的時候 非常強調那個個人的部分 那個個人怎麼樣看Celicic 跟他怎麼 他對他的孩子 他怎麼教他的孩子 然後他自己很感慨 後面他希望傳承能夠傳下去 非常個人的一種說明 跟這一次的展示 這個人變成一個標誌 一個symbol 一種符號 他這個人是誰 不再重要了 就是兩次的觀念蠻不相同 因為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這人是誰 就是有一些人知道了 所以後來他們終於 後來是有把他請出來 剛剛給大家特別點說 有好像狗還是鹿的那個標誌 那件衣服 就是他們這邊 左邊是開幕的時候 這一個人在做 這個獅子鄉工作 非常熱心的一位核心的工作人員 他在介紹這件裙子 那右邊這張照片 我們看到其實是說 獅子鄉跟台伯他們花了力氣 複製了兩套衣服 一套男一套女的 這套女的衣服就是這一件 所以我左邊那張照片看到的是圓件 右邊這張照片 是他們一個年輕人 學服裝設計的 這個人複製的這一套 這一件為什麼會這麼看重 就是因為他的圖案 一個是他的紅色 另外一個是他那個狗的圖案 是平常很少看到的 然後他右邊那個男生 那一套黑底的那個衣服 那是社不利群的 是另外一個群 所以他是由鄉公所 由地方政府的觀點 來整合了兩個群的 等於說在鄉公所 鄉這個領域裡面 有兩個文化脈絡 兩個文化系統 一個是內文社群的系統 就是這紅衣服的 男色黑衣服那是屬於社不利群 他是隔著西的兩個群體 那這兩個群體 當然在歷史上的關係 會是緊張的 可是從鄉的立場來 就是他從空間的概念 他要把這些通通包含進來 尤其第一次的特展 裡面社不利群的東西 當初是沒有界了 我要把這些東西帶出來 就是說我當初的認識 是說這個鄉公所非常有意識的 要把過去的東西 要把外面的東西帶回來 跟讓附羅人大家知道 另外他要把歷史的東西 要用今天的眼光去 重新解釋過去 他非常有意識地做很多 包括辦研討會 辦很多這種事情 做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 那可是他對於地方上的人而言 就是他有時候還是有一個 一個行政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跟地方的認知跟情感 是會有一個距離的 在第二次特展的時候 我是看到說中間還是有一個距離 他怎麼樣活用過去的資料 然後把過去的資料抽象化成為符號 而跟真實的人 比方那個影像裡的人 反而影像中的那個人還活著 那個很漂亮的女孩子還活著 那個人的參與是非常邊緣的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是有一點驚訝 就一直在想 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是牡丹的一個 在牡丹做的事情 那都是我們現在做 所有的這類計畫 都是跟當地人合作 那也陸續會聽大家輾轉介紹 會找到最合適的人 我們就大概有120張 1950年代的照片 那為什麼對於牡丹也會重要 就跟剛剛說獅子鄉的情況 有一點像 他們都覺得 就好像別人會覺得 南牌好像在牌灣論述上 沒有一個位置 覺得他們已經很平地人了 很平地化 覺得他們好像不太能夠 討論什麼傳統 所以他們會有在一個 比較尷尬的一個位置 那這是照片帶回去的時候 這一位花財仙人 他是算是當地很受尊重的一位 他就帶我們走 認說那個空間可能是什麼地方 然後這是在旁邊的一個小麵攤 就是大家都很有興趣都在看 然後我們有辦正式的一個放音會 這個放音會裡面 主持人是 這是在牡丹國小資源教室 主持人是家長會會長 他就很厲害了 他拼音很厲害 他就說這照片也是誰誰誰 然後說是什麼名字是什麼名字 就會寫出來這個拼音 然後他覺得這是方便我們記錄了 所以他會寫黑版寫白版 這張照片可能不太清楚 我覺得非常精彩 就是我們從這邊拍過去 他們這邊站著的人 一二三 這邊一個比較可以清楚看到 那一天是有四台的錄影機 在錄整個過程 所以換句話說 部落現在是有相當的自主性 他在記錄這個過程 而不是說我們在拍照 而是說部落同時有四台 攝影機在錄整個程序 也包括了我們中間螢幕上的那些資料 那當然這個檔案都留在地方 然後地方會 然後這是當場看的時候的一下子 然後那個高老師反應很快 因為我們說空間很大 在那個資源教室外面 他那個地方做得很棒很棒 是很落地玻璃 整個窗戶很棒 他就在一趕快輸出那個A4大小的 把這些照片就貼在那個玻璃上 所以大家也可以有好多方子看 因為我們放那個影片的話 放那個照片 他就一張一張過去了 這些是停留在那邊的 所以我們整個活動 這個裡面放影片 然後討論告一段落之後 我們就出來有準備一些點心 就是大家在那邊慢慢吃慢慢講 他們就還有在那邊看 又在討論 然後這邊是 這邊就是說另外石門有一家 他們家自己有做族譜 很長的一條族譜 就叫我們去他們家放 放完之後他也拿出他們家 對於自己家族歷史的整理讓我們看 所以你就會發現每一次這樣的場合 都會引出來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討論更多的資料 然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自己在做這樣的一種整理 然後這個是當這些資料回到了牡丹之後 牡丹就開始把這些資料 他開始用不同的方式來利用這些資料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個恆春有一個民謠館 民謠館它的對象是 恆春半島的四個村莊 四個鄉鎮 四個鄉鎮 所以他們要辦一個特展的時候 也會邀牡丹 問牡丹你們這邊有沒有要不要參加 你們有什麼資料 然後這個就是在民謠館裡面 把整套的PowerPoint放在民謠館裡面 就是自動跑 這是開幕的照片 那這是後來我去的時候 就是他們那個策展人 民謠館的策展人 在把這些老照片做不同的排列組合 也有加上別的照片 所以他就換句話說 牡丹的這些老照片 讓牡丹在參與整個恆春半島活動的時候 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表現 那這是家瓶的跟家瓶的合作 那家瓶就是跟社區發展協會 就是跟很多人 整個家瓶的核心非常的活躍 那這是在2012年8月份 就在馬薩魯就是說豐年季 現在也有人用年季 在這個時候 就是他們挑選了 我們幫忙他們把民族所的照片 跟史前館一些還沒有公開的照片 整個匯整 分類 然後由他們挑出來說 我們大概那時候經費是可以挑 放大29張 在珍珠版上面 所以他們挑選了 就放大了這一些 然後是在馬薩魯當天 在童木家廣場旁邊 就是教會 天主教堂的外面 放了這一些老照片 然後大家就是主要的活動 一事告一段的時候 人就分散開來 會在這邊看 民族所有一張照片 是家瓶國小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有一些人就會看到那裡面是他 所以那個照片那天在那邊 效果還滿好的 然後他們也有修正一些資料 那因為在家瓶 家瓶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這個計畫 好像就覺得事情做 還可以再做多一點 原來因為有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比較多 家瓶好像自己都做了 我們就覺得好像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點別的 所以就跟數位資料無關 做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的文書能力 總是比較熟悉 就問他們說要做什麼 他說整理傳說 我說傳說都是 很多都是印出來的 都已經有了 我們在電腦上幫你排列組合 都不是問題 可是那是很容易很現成 然後再說 做傳說繪本 可是最後 我們念 我們找到那些文字資料 還是 最後是 還是由他們當時 就是要我們念那個文字資料 然後再去跟老人家合對 最後當然就是用了老人家的版本 在家瓶口述的一則傳說 我們後來應該是兩則傳說 那個繪本裡面就收了兩則傳說 這是當地一個年輕人 他有一點幼教的經驗 他帶了這邊的小朋友畫出來的 我們這邊再找美編 跟一些版面設計這一些 那這一本繪本 後來也就是現在的幼兒園 部落幼兒園他們現在會用的教材之一 那博物館典藏跟博物館典藏數位化 數位化我們可以做什麼 數位化它的性質 數位資料的性質是非常特別的 它非常容易複製 容易分享 所以我在這三個例子裡面都會看到 有一些資料 就是我剛好眼前到部落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人拿一張 一張他女兒把他的照片輸出 然後上面加上了日曆 就變成他們家那一年的日曆 就是有這樣的例子讓我非常的驚訝 然後我也覺得說這個東西不是 大學只是把資料丟出去 是這東西真的在部落是用得到的 那是我當初沒有想到的 可是我看到他那個例子之後 我就很想說服很多人說 這東西真的可以用 所以他非常 就他成為家族記憶 家庭記憶的一部分 像這個女兒幫媽媽做了這一個 我2020年去的時候 那是他們家2008年的日曆 他還留得好好的拿出來給我看 然後另外一個 他是以獅子香 我講的那個內文的例子 獅子香非常的活潑非常的有能力 他們做了非常用這些材料 最後最重要 其實是對地方的玩意 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跟台灣博物館 還有大學博物館 這可能是人類學博物館 第一次借給地方文物館 所以這個獅子香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數位化資料 他可以拿來作為文化附贈的素材 數位化資料 他的複製是無限的 然後highly accessible 非常可以禁用的 沒有什麼限制 這是以前啊 原創條例這種觀念出來之後 其實這兩個東西 是這會需要修正的 所以這就是我要問的 也是我大概這半年來 在想的一個 在注意到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也在想要怎麼樣處理 就是說那這所有權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講的不是原件 原創資料講的不是原件 他講的是那個圖文的設計 或那一首歌 他講的是那個image 那個形象 不是那個物品本身 所以我們原來藉著 因為我們知道 博物館的典藏 要返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個事情 至少目前法律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原來以為數位化 是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說digital repatriation 那數位化的東西 無限複製 他回到source community 他回到source family 來源的家庭 來源的部落 那像剛剛講的獅子鄉的那個例子 他們在第二次屆展的開幕上面 他們用了那個人的照片 用到那個程度 那個人如果我們說他有肖像權的話 其實地方政府忽略了這個部分 我們就發現他中間曾經很複雜 不是單純的外面的大社會跟部落之間的關係而已 你部落跟部落之間 你也需要釐清說這是誰的 這不是誰的 像我們上次講 台灣族那個百達外家族的 所以有一套東西 有一套設計 有一套故事 是這個家族所有 別人不應該 別人需要他的授權才可以用 所以這個內部的差異開始被看到了 那要怎麼樣調整 那這樣子的 如果當部落的內部差異被看到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複製的需求就會變得比較小 因為比方 百達外家的東西 就只有百達外家應該來複製 別人不需要複製 鄉公所也不應該複製 縣政府不應該複製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觀念帶進數位化資料的話 它會有這樣引發需要有這樣一個釐清 那我們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回到部落裡面 它可以被很多人同時擁有 原來像以一些家庭 尤其這家庭不是頭目或巫師家的 他平常 這些學者偶爾拍的相片回到他那邊 其實是蠻不容易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家庭 他們會蠻珍惜這樣子的照片 有時候我們去那個大家庭 大的頭目家的話 你會發現他這種老照片已經非常多 那一些平常家庭這種照片 老照片是蠻難得的 所以他其實帶回家裡人的一種親密的記憶 然後家人的關係 就會藉著這個物的轉化再一次的呈現 那我們看到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地方政府對於這樣的數位資料的運用 似乎是反而抽象化 因為它要代表更大的群體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有家庭的使用 他強調是親密記憶 地方這麼使用 他反而是要走向抽象化 為的是要 因為他跟個別家庭 個別個人沒有這樣的關係 他要代表是一個群體 所以他這個東西是希望比較抽離 而脫離個人的 我們就看到同樣的一套資料出來了不同的詮釋 這不是內容的差別而已 這是他整個詮釋的方向是非常不同的 那這個我簡單 老王賣瓜一下 我們現在繼續在做的 是一個數位部落的計畫 那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封面 這個我們的頁面 我們現在做了大概已經是17個單元的 資料的整理 那這一個是數位部落 牡丹的一個數位部落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會上面會強調說 他目前狀況如何 為什麼這麼強調這個部分 就是同樣的要提醒 讀資料的人說 這個部落是活生生的在那邊 跟我們處在同一個時代 有相同的政治經濟環境 有相同的我們看的媒體是相同的 並不是一個遙遠的 時間上過去的一群人 所以這邊也會講到一些 通常會講到當下部落最關心的一些議題 就看我們網路上可以找到什麼資料 我們能夠掌握到什麼地步 我們就盡量放一些當代的一些關注上來 然後再來 context of collection 下面那個洪框框講的就是說 當時收藏的脈絡是什麼 然後另外的 除了人類學博物館的典藏 還有中原院民族所的典藏之外 我們也另外找了一些學術研究資料 另外希望這些數位化資料可以放回中原 就要靠你們的作業衣 所以這是你們作業衣的脈絡 就是說 為什麼作業衣會涉及這樣的一個作業 然後你們的作業可能會 就是應該是有些 希望它可以放回他們的作用 好嗎?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對於你們作業衣有什麼問題? 你們對於你們作業衣有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面對我們作業衣的問題 誰嘆氣這麼大聲? 你們又來來說一下那些變更那些事物 好 你們有沒有說看 你們對於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數位典藏計畫 跟你們作業衣之間是有這樣的一個連結 那因為我有跟三位助教談了一下 大概知道你們可能一組分兩三個題目 那題目內容是什麼?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盡量聚焦 可以發揮這一些資料庫的用處 這資料庫也不是說人類學的人才要用 你如果從部落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非常好用的一批資料 它幫助部落可以豐富歷史 我不能說重建歷史 它可以豐富歷史 讓歷史藉由一些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變得很具體 然後我想就是今天第三個小時 等一下就是我們會談一下說 你們個別的作業做到什麼程度 有什麼困難沒有 然後因為我們跟老師討論一下 大家作業衣還有後面的一些進度的問題 然後我們後面上課的話會有點調整 就是像我們這一週大家可以看到SAVA上 就是在講我們也有文化 那原本下一週也是這樣的主題 那我們就把它調整到就是 把記憶連落多點的家換到這一週 那這個我們也有文化的2的部分就被砍掉了這樣子 那其實是因為會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時間 把作業衣好好弄好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12月15號 就是我們把作業衣的分項改到12月15號 那所以大家就多了一些時間 但是也不是說就是大家就可以就是 就把它放著了 就是大家從現在開始要更積極的想像 然後不過就是有一個變動 有幾個變動 第一個是12月1號 那那一天呢會老師希望大家可以去參加一個 南島民族會國際會議 那大家可以看到時候可以到網路上搜尋一下 這個需要報名 然後但是因為像禮拜一下午的話 主要講的是原住民族土地權 然後還有就是原住民族經濟發展還有觀光 那這些都都是有邀請到就是一些不一樣的人 就是除了像比如說光大哥老師我們已經聽過 但其他人其實都是我們還沒有接觸到 但或許可以藉由他們的經驗去把 就是我們過去幾週學的東西 在就是知道怎麼樣可以再應用這樣子 那